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乌龟成长剂啦 那么我们呢今天有三只乌龟 Oh my gosh 他大那个 突白眼哦看到吗 快快点来快点 快点今天他很特别 他今天 这个叫做什么啊 这个叫做排酸 那乌龟本身在排酸了 你可以看到那乌龟现在排酸的那个态度的 很 很吓我一跳 因为我没有 我基本上没有想到他会排酸 所以没关系 我们先就把它拿出来先 Oh my gosh 应该是他排的 我感觉到是他排的 你看 排很多耶 这真的是很特 这真的是很少有的东西 这 有小便 看到没有 这里又有他们的小便 这就是有时候我们带乌龟出来外面晒太阳的时候呢 他就是可以 让我们知道这些乌龟 到底有没有排酸啊 或者是 有没有 呃 怎样 有没有 过得很好 没有 就像这样子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排酸啦 这就是他们的那些胆绝食的东西 他就排出来 这其实很好了 这如果乌龟有排的话呢 就代表那个乌龟呢 身体都很健康 身体都很健康 那么呢 他就会比较不会这么多问题呢 还有身体也不会因为消化不好啊 等等的问题 这样子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我今天有三种乌龟在这边 三只乌龟 好 这里有三只乌龟 你就可以看一下 然后其实这两只呢 是我们的苏卡塔来的 这是苏卡塔 这只 这只好大只的也是苏卡塔 那么这只呢 是我们新来的小霸 小霸龟 霸文龟 他其实是刚刚来我们的家族 然后他可以 可以很会吃 最重要的乌龟就是食欲好 就是你看他吃东西的态度呢 都非常的 嗯 你看啊 真的是 可爱到没朋友了哦 真的是够可爱哦 然后他也是比较属于高深的 所以他们讲说 选择乌龟 像这两只苏卡塔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两只苏卡塔呢 他身体 其实 在那个时候我们买的时候 是同样大小的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只成长得非常棒 你可以看到他大了他一圈 那么这只还非常小 那么你可以看得到 他们的颜色 色泽 OK 这条呢 就长大了 就这个 哎 sorry 这条线呢 就代表我们的乌龟 已经长大到非常好 哎呀 那只很危险 我把它拿出来先 OK 这样子看的话 这乌龟呢 就长得非常好 你看他的身体的线 都非常的健康 粘在一起的 OK 你可以看 就这样子 代表他健康的很不错 吃得好 住得好 身体很棒 那么你可以看一下这只 这只呢 他也是 也是很好 然后我们最重要就是 乌龟的底部这边呢 你稍微的挤压一下 不要太过硬 哎不是 不要太过软 想错 不要太过软 就代表他很健康 如果是硬的话呢 就更好 像这只就是很硬的 你可以看到 他的感 他的质感 就会让你感觉到 他很硬的 那么呢 这也是小龟呢 就刚出世的 这种小龟星 OK 你可以看一下 他后面的背部 这里 这个地方就是 他从蛋浮出来的时候 他的那个 健康程度到哪里 那么这只呢 看起来这种 凤和系的话 都很健康 所以他是属于 很健康的一只小龟 那么你就 让他继续爬吧 那么这只 你可以看得到 他的生长 那个纹路啊 这一些啊 都非常的明显 也就是说 他长得都很健康了 比起 这一只小龟来讲呢 他就 可以看得出 这小龟的 那个成长路线 会比较低迷一点 因为他可能 我们所谓的 Albino一点点 Albino就是 身体会比较弱啊 消化系统 会比较不好的乌龟 那么呢 他多数都需要 我们比较 嗯 好照顾他咯 不要 不要准时为他吃饭 让他 让他看到这样子 让他看到 他比较健康啊 什么这样子 那么 就要比较 稍微的留意他 这样 哦 你可以看得到 他这只 这只 这条窑 一直每次到处吃东西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样厉害的 都喜欢到处吃东西 超可爱的 然后我们选乌龟 我今天跟大家 分享一下选乌龟 你可以看到这两只龟 这只龟生咯 这只龟生 他就是比较高的 高型龟 那么这比较高型 那么他呢 就以后长大的时候 他的颗呢 会比较突出一点 就是突高一点 所以 蛮多人就喜欢这样子 size的乌龟 那么我这一只呢 哦 你看他大变了 大变了 在这里大变了 看到没有 他大变了 对 他大变了 那么这样的大变 就让他大变咯 让他继续的大变 那么 应该很多人 没有看过乌龟大变吧 哈哈 可以看一下乌龟 这边 你看这边这边这边 拍他后面大变这边 拍 看到你 他大变要出来哦 应该会出蛮多哦 这铁窑 so far 我看他是我大变 大变最大块的啦 你可以看他 等下大变哦 你看你看 还在出来 这出的这 对哦 你看这样子拍 拍这边 这样子看 大变大变大变 好像还在大变 好像还在大变 所以他应该还会很大条 来来来来 出来了出来了 有还有还有 还有 还在大 你还可以再往后面 这里排一下 对 这里这里 我稍微的把它压一压 虽然是肮脏一点 可是我们不用紧 看到吗 他就在那边这样大变 因为他这样子一大呢 so far 我觉得我这只乌龟 他的大变蛮多的 他就是这样一颗颗 这样的大变呢 好 出来了 这样子的大变呢 代表他消化得很好 你看他在这里大 他在前面吃着 跌手机 你看他在后面前面吃着 对 你看 来了来了来了 更大条了更大条了 真的很大条 他真的是在 真的是在大变 他大到有一点点 好厉害哦 真的很厉害大 你可以看得到他大到 完了吗 我们就看一下他完了吗 哦 完了 所以这间圈来讲的话 他大概大了 一二三 三条大变 那么乌龟有大变的话呢 就代表他可以再继续吃了 大完了他就走了 他就剃了 下来就走了 我们每天都要清理乌龟的大变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要清理乌龟的大变 因为我们避免那个乌龟呢 吃掉那些乌龟的大变 如果吃到生病的乌龟的大变呢 他们也会生病 所以我们尽量不要有这种问题 所以我们都要把这些大变给清走 那今天这样子的排酸呢 也是很好的 ok 这样子的排酸很好 这样子的大变就很健康 就代表你的乌龟都很健康 好 好 哎呀 等一下哦 OK 给大家看 好 他大变好了呢 就这样子就很简单了 来 再给大家看一下排酸的样子 好 这就是他的排酸啦 这种排酸呢 都OK 代表他都有排 那么大变呢 就这个 这就是乌龟的大变 这些都很重要的 好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点赞按赞按share哦 下次再见 拜拜